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陈思拉 欢迎来到陈思拉厨房 我今天要煮的是姜碧鸡翼 这个菜名叫姜碧鸡翼 其实是用大量的姜来煎的鸡翼 我现在教大家看如何处理鸡翼 这里有防叛鸡翼 这些是急冻鸡翼 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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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茶匙盐 沸泡水 有人会浸泡 我们不会浸泡 这样湿泡就行了 用盐浸泡就可以了 浸泡水 添加盐 乾淨 停在沙肌上 停在沙肌上 停乾 停一停水 停了一些雞 停了一陣水 現在我就不要一直這樣 吸乾它 吸乾它 接著醃 首先我放兩湯匙 生抽 一茶匙 老抽 半茶匙的糖 四分一茶匙的鹽 少許胡椒粉 拌勻 這裏是一磅半雞翼 份量的醃料 如果你雞翼 多些或者少些 你就跟著 分量加減 拌勻 好 好了 現在的雞翼 醃了 我已經醃了兩個小時 最好就是醃兩個小時 如果你是時間不夠 都無所謂的 不過醃久一點 就比較會入味一點 所以我就已經醃了兩個小時 還有薑 我這裏有磅半的雞翼 這裏就是有6盎司的薑 即是1比4 4分1的薑 4分的雞翼 重量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這裏 是要很多薑 如果少薑就沒有食 當然你給少一點都可以 但是這個份量 薑味就好些 但是吃出來不會辣的 那些薑 薑味就刨了皮 就切厚塊 我已經切了 我再切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切大約4分1吋厚 這樣 這樣的厚片 1分1吋厚片 然後你就扒一扒 這樣扒一扒 就這樣 就這樣 這裡有6盎司的薑 黃半的雞翼 我現在就煎給大家看 現在我燒熱了鑊 我加了1湯匙半的油 先炒一下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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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炒一下薑 就炒好 然後煎一下薑 然後炒一下薑 上薑 先炒一下薑 就要煎一下薑 再煎一下薑 再翻掉它 再煎一下薑 切一切之后 可以放鸡翼 再放一半 鸡翼 先放鸡翼 先放鸡翼 先搅拌 放鸡翼 先放鸡翼 先放鸡翼 放鸡翼 煎了2分钟左右 反转 用中火 反转 反转 煎1分钟左右 我一路全程都不下水 因为这样煎 也不是炸 所以用姜汁的水分 来煮熟 所以不需要炸 1分钟后 拌匀 将姜和鸡蛋 拌匀 继续煎 然后煎 现在我再拌匀 因为那边煎得不太多 所以我再拌匀 放在那边 那些姜 就很随意地 在周围里就可以了 那些姜汁就会出来了 现在已经闻到很香的姜味了 我们就继续煎 就盖上它 盖上它 盖上它 就盖上它 盖上它 大概У10ここ 成功funding 先搅拌一下 捞好mi 搅拌均匀 现在已经有点香 但应该还未熟透 要再煎 搅拌均匀 不太黄 就反过去 不太有色的 反过去 煎一下 姜是稍微 但是这样才好吃 我们大概 再 这一只 不是要香 我放在中间 大概煎多 再盖一下 煎多2分钟 再盖一下 煎多2分钟 现在是2分钟后 看看情况就是这样 就差不多了 总共大概700分钟 搅拌均匀 大概700分钟 这样就熟了 就这样 这些姜 现在已经熟了 那些姜 味道已经进入了鸡叶 这样 这样 刚才那时候 我现在把火炸在鸡 刚才有些小汁 我倒入鸡 我们就熟了 好 倒入鸡 除了 把姜搅拌至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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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腌 把姜搅拌至薄薄 薄薄薄可以炒菜 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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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很好的維繫感情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媽媽煮的菜是最好 我覺得是很溫馨的 大家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 大家和兒女和孫子的感情 都可以維繫得很短 而且他們會記得 我最喜歡吃媽媽哪樣東西 或者我最喜歡吃媽媽哪樣東西 想起來也是很溫馨的 我希望大家試一下這個雞翼 因為它的薑味真的很隔離 吃下去不會覺得辣 你不會覺得是辣 但是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讚和分享 謝謝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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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